世界各國現在紛紛在秀軍武肌肉 不只是美國俄羅斯 現在在互相競賽 這個所謂的六代機 甚至英國最強的海軍的 伊麗莎白女王號的航母打擊群 也即將部署在亞洲 而且英國首相強身把話嗆名了 我就是對著中國啊 敏寬 沒錯 這兩天 全世界最大的一個消息是 近三十年來 英國上次他們派出航海艦隊 是在哪邊你知道嗎 是在去打阿根廷的福克蘭戰爭 然後呢就在這一兩天呢 英國的航母再度出發 而且這是英國航母出發 這個是讓全世界探為觀止的 為什麼呢 英國的航母他特別奇怪 英國航母他是兩條跑道 可以同時起飛 可以同時降落 然後這次呢 他們把全部的家當都帶出來 帶了多少家當呢 等下來跟各位聊 但今天美國空軍宣布了一個 新的一個消息 全世界都在哀嚎說 怎麼會這樣啊 你知道美國發生什麼事嗎 全世界最強的戰機 現在是F-22喔 美國說我要讓他退役 全世界最強的戰機喔 讓他退役 讓他退役 讓他退役最強的戰機 為什麼 因為太貴了 太貴 太貴了 因為太貴了 他多貴你知道嗎 買一台飛機需要兩億美金 哎呦 然後呢他起飛一次 台幣要花一百六十萬 他飛一次回來就一百六十萬 明天再飛又一百六十萬 那可能很多人會說 這麼貴 那我們的F-16V 現在飛一次多少錢呢 我們F-16V 往上飛飛一次回來 大概落點是在55萬到60萬之間 所以美國他們已經說了喔 未來的二十年 美國下個世代 只有五種機型 哪五種機型呢 哪五種 六代戰機一台 五代戰機F-35 四點五代戰機 F-15跟F-16 然後呢 低速戰機一台A-10 總共就要五台 但重點是大家都在看 美國這個六代的NGAD 酸循環發動機啊 為什麼呢 很多人在想像的那種 過去看電影才有的武器喔 現在掛上去了 所以更快的一個網路 更快的一個雷射武器 現在居然用雷射武器了 你知道為什麼要用雷射武器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用雷射武器 因為用炮彈啊 打無人機太貴了 也是錢的問題 所以未來就是要把功率拉高 可是根本去想一顆引擎 然後又要飛又要做發電 這是一個多高的一個工程呢 但美國他們已經把戰爭 帶領到新的世界了 什麼叫戰爭帶領到新的世界呢 從敘利亞戰爭跟利比亞戰爭 他們說明了 現在的戰爭怎麼打你知道嗎 F-35先起飛 把你的耳朵把你的眼睛打掉 打瞎 所以你的電戰系統雷達系統打掉之後 4.5代的戰機跟著進來 去摧毀吉他的地方 所以未來打的是科技戰啦 這個科技戰會越拉越遠 各位你去想喔 美國現在把全世界最強的戰鬥機 都已經不用了喔 那俄羅斯怎麼辦呢 俄羅斯其實更氣 俄羅斯更氣 為什麼呢 俄羅斯有沒有五代戰機 有喔 很強 蘇凱57 賣不動 賣不動 賣不動啊 為什麼呢 為什麼 現在F-35喔 你去排喔 要等20年 等20年一台飛機 訂單已經滿20年了 然後大家買不到F-35啊 也不買蘇凱57 他們都去買什麼呢 他們都去法國買標峰 為什麼呢 因為標峰號稱叫4.5代 就是我的價格是四代 但是我的機 我的功能 沒有到完全五代 但是很接近 所以蘇凱57 根本賣不動啊 所以他們說說好 那五代戰機沒有 我直接拉 拉到六代 對 所以現在俄羅斯要出米格41喔 出這台米格41 全世界嚇一跳 怎麼說呢 為什麼呢 突破人類極限 為什麼 人類過去有 駕駛員的極限是 因素三倍 然後呢他說 現在全世界最快的飛彈 追的飛彈 例如說美國的AIM120 可以飛到四倍 所以他怎麼說呢 他是說 那我要飛的比四倍更快 跑給飛彈追 跑給飛彈追 他說他們已經研發出來了 他們說他們目前的最高時速 4.3倍音速 所以最高時速時速高達時速5400公里 很恐怖欸 超恐怖欸 一秒鐘喔 各位一秒鐘1.5公里 就一秒鐘 你看各位想喔 一秒鐘兩秒鐘 這樣過去他已經跑三公里遠了 重點是他重 他的現在重中之重是什麼你知道嗎 其他的設計 不是要來對付戰鬥機的 那是幹嘛的呢 他的設計是要未來 第一個高空攔截飛彈 第二個他要打衛星 打衛星 未來是太空戰 什麼叫衛星呢 剛剛不是跟各位說了嗎 地面的雷達 我如果把你打瞎了 你是不是看不到 對 可是現在傳輸系統呢 傳輸系統在天上 所以他是要上去去打衛星的 所以未來要進入六代的一個世界 那那些窮的國家呢 窮的國家你連看都不用看了 為什麼 你連四代飛機你都買不起嘛 真的耶 然後這兩天最大的一個消息 就是伊莉莎白女王號特別出發喔 對 這次出發 浩浩蕩蕩 為什麼浩浩蕩蕩呢 我們就來看場面多大呢 英國女王九十幾歲了 最近才剛負傷嘛 他穿著紅色衣服 特別來為航母送行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過去三十年 英國的海軍沒有出航過 過去三十年都沒有出航過 第一次出航 這還叫海軍啊 就沒人可以打啊 我的軍備是往上走的 沒有沒有敵人嘛 他這次特別繞出來 那目前喔 強森這句話是多講的啦 他就說 我們這次出來 南海絕對不是針對中國 那你不針對中國 你針對誰啊 那你針對誰啊 但是他說 我相信南海的自由航行 可是自由航行 需要下到這麼粗的本嗎 這次英國真的是下足本耶 歐運 為什麼呢 之前不是說嗎 中國的航母 哇一下子人家從旁邊破 一下子又把七族艦把你隔開 搞得你東倒西歪的 這次英國出來呢 航母帶出來了 兩艘七族艦帶出來 兩艘飛彈艦帶出來 兩艘補給艦帶出來 下面還有一艘核子潛艇 哇 然後他們全英國28臺F35戰鬥機 全部帶出來 完整的陣容啊 對他們就是按照標準模型 而且這次出來航行就是從英國 繞地中海走運河拉過來 兩萬六千公里 他們說這次要一次完成當機型軍 那後面會怎麼樣呢 不曉得 但是看英國已經正在正式這麼大了 還有一個更大的 還有更大的 2021軍演美國主導 這次主導 大家嚇到 單單美國要出多少人嗎 多少人 美國要出二十萬人 二十萬人軍演 然後日本 美國出二十幾萬人喔 智慧隊出十三萬人 然後呢戰區多大呢 這一次戰區第一個橫跨十七個時區 橫跨十七個時區 四十國來參加 然後呢最尖端最棒最新的 四代五代六 六代武器可能還不會拿出來 但重點全世界這一波 在看是看什麼你知道嗎 看什麼 在看海獵號 海獵號 為什麼呢 全世界第一台無人艦 第一台無人艦 對已經練五年了 然後呢已經在聖地牙哥 外面已經盤旋 盤旋非常非常久了 這次要正式演習 這次如果正式演習 讓他能夠成功的話 他以後會派駐在日本 這台無人艦可能會說 就是一台無人艦啊 有什麼好稀奇的 有什麼好稀奇 神喔 多神啊 長度四十公尺對不對 上面沒半個人 無人艦嘛 當然是沒半個人 速度最快可以時速五十公里 但重點是在於 他可以時速三十公里 在海面上持續航行 在沒有人的情況之下 連續跑九十天 連續跑九十天厲害了 然後他目前很多人都說 他只是一台掃雷艦 但沒有人相信他 他只是說我只是一台掃雷艦喔 只是一台掃雷艦 對他說我很簡單 我就是一台無人艦 我只是一台掃雷艦 但全世界都沒有人相信他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特別一趟路 各位還記得嗎 就在上個月喔 3D演習 無人機 無人艦 無人潛艇 在美國的加州 聖地牙哥外海做演習 你搞了那麼大成本 就為了搞一個掃雷艦 誰相信啊 那現在這次海列號出來 全世界都在看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是無人艦跟無人機來做搭配 但海裡面那一台 他不想讓你知道 如果到時候無人的3D空間 真的給他拉出來 美國未來的戰爭 他不用忍 但無人艦最恐怖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是什麼 他現在說 我這一台造價是兩千萬美金 這個也沒人信 也沒人信 怎麼說 無人艦 對啊怎麼可能那麼少錢 太便宜了啦 對 但重點是在於 你知道嗎 美國單單省阿兵哥的錢 都可以來做一堆啊 一台四十米長的海軍 至少需要三個 三十個海軍在上面 他省這些人的軍費 就可以做一大堆的無人艦出來 所以現在美國這一台 無人艦海列號 全世界都愛看 看他到底能夠 做出多少的一個貢獻